这是家用命付钱的理发店 凡是进去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 客人做好以后 只见理发师手法娴熟无情割喉 然后一脚踩下机关 尸体就消失不见了 而他楼下是全城最受欢迎的肉饼店 每天来的人比抢疯狂星期四的还多 肉饼不仅便宜大份 还肉嫩多汁 聪明的你来猜猜 这个神秘的做饼秘方是什么 理发店的沙马特大师原名叫本杰明 曾经他也是一个阳光的帅小伙 经营着一家理发店 家里有乌又有田 生活乐无边 父母无天占他大乌多他田 貌美妻女被强占 本杰明只有独自狗活到目前 而多年之后 小伙改名陶德 他历经沧桑再次回到了伦敦 然后暗自发誓 要首任法官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陶德回到了曾经的理发店 而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家肉饼铺 老板娘热情好客 光看造型就知道是同道中人 但这里的卫生简直不堪入目 做饼手法更是清新脱俗 不管桌子上有什么 他都会直接和倒面团理 陶德貌似咬了一口 差点没把自己送走 这时老板娘一眼认出了陶德 并告诉他当年被驱逐后 法官用肮脏的手段 强行霸占了他的妻子 但妻子不甘屈辱 最后服毒自尽 不仅如此 法官还以收养的名义囚禁了他的女儿 甚至看他如此貌美 长大后比母亲更出众 让黑心法官垂涎欲低 正打算等到18岁成人礼后 就强行娶他为妻 这让陶德更加不能忍了 简直想马上登上黑珍珠号当海盗 创死这帮混蛋当官的 老板娘知道他很急 但是劝他先别急 从地板夹缝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装着陶德以前使用的剃刀 这么多年过去 剃刀风锐不减当年 曾经陶德用他养家糊口 现在陶德要用他完成复仇 所以他们首先要打响理发店的名气 让法官自己送上门来 于是他们找到了西俭崔大王村投王师傅 当作向他发起挑战 比试开始后 王师傅明显骄傲过了头 剪一下就要唱会西剪吹之歌 而陶德这边人狠话不多 三下五除二修理得干干净净 给即将开业的理发店 做了很好的宣传 第二天理发店迎来了第一位客人 竟然是昨天输掉比赛的王师傅 对方不是来理发的 而是想勒索陶德将赚来的钱和他平分 不然就说出他的秘密 原来当年他曾在陶德手下当过伙计 他一眼就认出了那套酷炫剃刀 陶德在大润发杀了十年的鱼 心已经冷酷无比 他二话没说直接拎起暖壶 向对方的脑袋砸去 王师傅的小伙计听见动静后 赶紧跑到楼上查看 结果并没有看到王师傅的身影 只见陶德在那悠闲地喝茶 而他没有注意 身后的箱子露出了一只手 很显然王师傅已经要被陷阱了 陶德随便找了个借口打发走了小弟 抓起王师傅又补一刀 陶德还没来得及善后 只见楼下法官居然自己送上门了 原来他打算今天就迎娶自己的养女 可转头看见自己满脸胡茶 白发苍苍 女儿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自己 正好近期陶德的理发店名声大作 他想着休整一番后报的美娇娘 可没想到正中陶德的吓怀 陶德看到法官时眼神滑过一丝疯狂 心想真是老天爷开眼 他强装正经 他几乎是颤抖着 把手搭上了法官的脖子 可就在下刀的那一刻 一个小伙闯了进来 大喊自己要和养女乔安娜私奔 法官一听脸色大变 赶紧回去收拾养女 并发誓再也不来理发店了 就这样陶德痛失了唯一复仇的机会 怒火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 一心只想着怎么完成计划 当要想办法处理大胡子的尸体时 老板娘提出反正最近肉价大涨 不如用人肉代替猪肉 又能处理尸体 还省了一大笔钱 刚死掉的王师傅干净又未生 这不就是个财富密码吗 陶德心里已经失去了对人命的重视 他马上同意了 还把理发店的椅子给改装了 往后只要有客人来 到了椅子上一座 陶德就对准喉咙来一刀 然后踩下机关 尸体就掉到了楼下的绞肉机里 几分钟过后 鲜嫩多汁的肉饼出炉了 为了不让人发现这条产业链 两人还专挑一些外地人下手 因为肉价昂贵 其他肉饼店都是用老鼠肉烂鱼充数 哪比得上陶德家的财富密码 吃到的客人们无不赞不绝口 纷纷夸赞口味绝佳 小店生意也火爆了起来 但店铺常常冒出滚滚浓烟 还弥漫着一股的血腥味 这一切只有一个徘徊在附近的女乞丐 察觉到了异常 她神志失常整日神神叨叨的 即使想要揭穿肉饼店的秘密 谁又会相信一个疯婆子说的话呢 肉饼店越做越红火 两人的生活也慢慢富足 还找了一个伙计帮忙生意 老板娘开始幻想起和陶德美好未来 她已经无法自拔地爱上了陶德 想和她结婚共度余生 可此刻的陶德心里想得只有复仇 根本不想别的事情 而她的女儿 在被法官发现爱上了穷小子安东尼后 一路之下把她关进了疯人院 安东尼走投无路 只好去求助陶德 陶德得知女儿身处险境 马上出手帮助安东尼 恰好这十架发伤都在疯人院收集头发 她让安东尼假装伤人 混进监狱后伺机救出女儿 而陶德则写了一封告密信 让伙计交给法官 说逃出来的安娜在自己这里 把对方引诱过来再找机会完成复仇 可她没想到 小伙计觉查出了陶德有问题 去她那理发的人常常只进不出 天真的她告诉给了老板娘 担心和陶德经常来往的老板娘受骗 可她哪想到是把自己送入了虎口 老板娘听了后倒吸一口凉气 难道小伙计察觉到了他们的秘密吗 她只好将它带来地下室 这里恶臭熏天 满处的污水 还有新鲜的尸体 老板娘谎称要教她制作馅饼 却在离开之际偷偷紧锁了大门 当小伙计呆酒后肚子饿了 随手拿起一个大饼砍了下去 嚼着嚼着却发现不对劲了 拿出一看竟然是个手指头 她心里顿时一慌 转头一看地上还躺着一堆白骨 又走进绞肉机一瞧 好家伙满满一锅是块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天花板上就掉下来一具尸体 这下她懂了 天哪这就是个卖人肉叉烧包的黑店啊 小伙计拼命拍打着门 却发现大门紧锁 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老板娘把伙计骗到地下室后 连忙把事情告诉了陶德 陶德马上想下去修理伙计 这时法官的小弟赶了过来 说接到朝阳群众举报 肉饼店经常排出大量恶臭的黑烟 要对这进行卫生检查 陶德见状立刻一顿公围 将男人骗到了楼上的理发店 手起刀落就把他也解决了 尸体顺着通道掉下了地下室 正好落到小伙计面前 吓得他魂飞魄散 完事后陶德和老板娘来到地下室 准备继续灭口 却发现男孩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这时 安东尼救出了养女 把他带到了理发店里 却找不到了陶德的踪迹 安置好女孩后打算出门寻找 突然屋外传来脚步声 吓得女儿立马躲进了箱子里 推门进来的是那个女乞丐 嘴里还不断说着这里是魔鬼的地盘 当他撞到回来的陶德时 眼神惊讶不已 凝视着眼前的人不敢置信 此时门外传来了法官的声音 陶德一心只想复仇 他连想都没想 一刀解决掉了眼前的麻烦 踩下机关 接着法官推门而入 等待已久的机会来了 陶德谎称已经抓住了养女 对法官发出死亡邀请 我已经找到了您的养女 可如果要见她 您必须注意形象 掀了个发吧 法官听后高兴极了 让这个顺从心意的理发师 为自己服务 而在法官坐上椅子后 陶德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他将刀子狠狠刺进男人咽喉 一刀又一刀 直到整间屋子被染成血的颜色 躲在箱子里的女儿 虽然两人是亲生妇女 但失散了太多年也没有印象 陶德又想举起剃刀解决掉她 还好这时老板娘一声大叫 阻止了陶德杀害亲生女儿 陶德下楼查看 原来是法官刚刚没死透 拽住了老板娘的裤子 害怕夜长梦多 两人准备将尸体分毁 就在这时 陶德发现女乞丐的金发很熟悉 走近一看才认出 这竟然是自己心爱的妻子 原来当年妻子并没有死 只是在逼迫下变成了疯子 而老板娘因为爱慕陶德 将事情隐藏了起来 没想到自己一心为了妻子报仇 最后竟成了杀害妻子的人 知道真相的陶德彻底被击溃了 她愤怒至极 红着眼将老板娘直接扔进了火炉 转身抱着爱妻的尸体不断颤抖 这时小伙计从下水道爬了出来 用剃刀解脱了陶德 也结束了这个可怕的复仇故事 而更可怕的是 这竟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变的 在世纪的英国 有一个叫斯维尼陶德的理发师 从业期间一共杀害了多人 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的头号杀人犯 后来被改编成了小说 才有了本片的故事情节 本片中的陶德原本是个温良的绅士 由于嫁人和自身的惨痛遭遇 在仇恨的俯视下 成为了复仇的机器 磨灭了所有人性和温暖 她手中伸向别人的剃刀 也最终伸向了自己